我們會盡量提高預約的配額 應付這段時間多了市民回來的情況 我們亦希望市民可以先預約 再跟着預約的時間來申請身份證 所以即日醜我們不會再發即日醜 入境處早前已宣布 國換證中心的最後申請日期 由原本的2月11日延長到今年3月3日 領證服務則維持不變仍然是今年的3月3日 方便更多未有換證的市民辦理換證手續 各國換證中心將會在2023年3月4日停止服務 合資格的市民如果在2023年3月3日之前 尚未申請換證或領取新證 日後就請到人事登記辦事署辦理手續 如果香港居民因為不在香港 而未能夠換領身份證 無論是因應換證計劃 還是需要在年滿11歲或18歲 而在人事登記署登記領取身份證 亦都無需急於回來香港辦理手續 只需要在日後回來香港之後的30日 30日內到我們人事登記署辦理手續就可以了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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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